是數字的話 但這邊插入函數裡面 你可以找到統計 統計 往下找 這邊有個叫做count 它就會告訴你什麼 數字 就是它只會抓數字 按確定 把這個範圍給它 它就會告訴你53個 那這個範圍裡面有多少個是有資料的 一樣是統計 往下找你會發現counts a 所以counts a 跟counts 最大的不同是 counts只抓數字 那counts a 是只要裡面 有資料的話 它就會幫你找 等於是有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有59個 那也就是說有6個 基本上類似像true 代定這些的話它就會 把它算為有資料 再來的話呢如果裡面要 知道說有多少個是空白的話 那往下找一樣會有個叫counts blank 顧名思義嘛 blank就空的嘛 那你把它選起來裡面有多少空的 它會告訴你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很快的 也可以幫我做出我要的結果來 那再來的話 count if這個用到的機會也蠻大 上禮拜我們用到count if 這個算簡單的 比如說我算這邊 男生女生有幾個的話 那基本上大概用count if來做最快 算它的比數有多少個 所以這邊的話count if 按確定 那裡面的話呢這個範圍 裡面條件是男生的話 有幾個四個 那同樣的方法當然 我們可以把公式複製一下 再來把什麼 這個地方貼上 找換成女生 所以把b3 換成b4好了 這個時候回來 就可以找到總共有幾個 那count if 這個用法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尤其感覺跟資料庫搭配 你可以算出多少筆數 這個地方count if就蠻好用的 不然的話 以前可能會需要用到那個seql語法 下seql語法 不過這個部分 我想不要把它弄得那麼複雜 好 那底下也有一個 超過5萬的 這裡面有幾個超過5萬 一樣嘛 你最近使用過 有count if的 給它一個什麼range 不過count if跟samu一比 感覺count if好像簡單多了 因為只有一個 而且不會混淆 反正這個範圍就是 你要去找的這個範圍 大於5萬 給它第二個條件 去找找看 大概5萬有幾個按確定 不過它自動會幫你加雙引號 按確定 OK 三個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counts了 這個因為count if 上個禮拜講那個算統計 比如說樂透彩總共機率是多少 用count if很快 另外的話還有算什麼 有沒有出現過 所以後來我們有一個黑名單篩選 那個也是很快的可以幫我找到 比如說這個黑名單